佳琦 允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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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程师傅 اء 你想请教 是 你说这个神奇 这股劲儿 它造成怎么来 因为那天我们在那个 我们正在开课嘛 我们正在上 我们工作嘛 特别特别忙 特别特别累的时候 我突然就起了一面 我说师傅要来大陆格吗 我刚才要学习为考 就那一面 然后就那一面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起来 我想师傅开始一下它是怎么起来的 然后我就跟 又说你要问我忘念怎么起来 我只不过回答你怎么起来 念经常忘就是忘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因缘的关系 所以偶尔会有一些念而会 所以真正碰在一起 有些对方好像真正在一起 那在一起就是突然想到 然后突然就会发生 你会在修行上 常常都有这种事情 所以做到这种事情 你就要觉得很好奇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妈妈说因为忘念 忘念起初它还有一些缘起还具体缘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想到的 刚好就是状况现在又要发生了 但是就在这个上面就考验你 你会不会执着 咦 怎么那么起来这么灵呢 本来那个忘念来了就来了 过去就过去 就在就算真的是碰到了 你也管做灵感想 这就是五音石膜里面讲的 五音石膜里面讲的是 莫作圣洁 看过这眼睛的话 那换到一般的形形下去 莫作灵感想 那久至消歇 虽然没有消歇的话 将来再有任何如是的念头起来 我发现你就无所谓 也不会被他迷惑 但是我们毕竟是反复 有的时候在因缘的碰撞下面 会有很多好像真的很相同的东西 会有很多好像真正灵念的东西 可你在这上面每一次都几个好奇 好奇 我就告诉你 你向来在每个感觉之中 那个灵意特别多 那就是感造而来 千万不要用 灵意多为什么不好 你现前平等的感觉都叫梦 何况再多的灵意是梦上更猛 你就更难处理 所以就算佛现在一年前 就叫佛来佛展 什么叫佛来佛展 你就告诉我们决得者谁 起起决得者谁 叫佛来佛展 就用决心面对 磨来磨展 磨来磨展就是 他现在再不好的东西 他怎么现 就让他怎么录 就磨来磨展 任他去罗 就是如此 所以灵来就让他展 就这样子 反正就是训练自己 任何的感受现前 都不要去执着 你可以在自己的念头上面 开始学会不执着时 久而久之 因为发现突然 你就更明白感受 那个时候灵明之绪 那个灵明才是真的 那才现前 特别知道感受是什么 就是像四十八院讲的 你在一个感受里面 你可以出雷旁风 还没现前的你都看到了 你都知道了 那更清楚 更清楚 但是在那个还没现前看到时 你绝对不是过去 你不知道这念清晰时 那种在那种感受之中那种执着 以为真的是有些什么特殊的气息 我有那种执着 尤其是在修行人 考验是最大的 以前我们修行 刚开始打坐的时候 屁股还可以在那个垫子上面飘 哇 真的飘 是气动 你要是觉得说这叫什么 那就入邪了 那我去那个入邪 一入邪就忘了 你的附体啊 或者什么都有 有的时候会觉得整个身体塞满空间 随时就觉得身体塞满空间 我不是跟你讲 我在脚内里讲过 我上次就有一次 全身的经络分明 那种经络分明的时候 你脚踩在地上 如踏棉花 三天哦 就保持三天 每天那个血液动一下 念头动一下 血液怎么走都清楚 而经络那个气脉都清楚 那个时候 因为是白服 所以就会起好奇 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不知道 就是因为有好奇 所以那些东西都还是在轮回的生命中的 但是那一件事情就让我体会 中国的老祖先是在哪里找到金墨 这是甚深残疾 所以他不是像我这样子 只是用好奇心去看到 他要知道这个金脖 这个筋脉 你碰它一下 触它一下 它在治什么地 你动它一下 它气血怎么再回来 它都清楚 师傅 你们还说是说 保持三天 是下座的时候 下座就随时知道 所以后来有人讲说 那个神龙周身透明 我相信 那个透明是 不仅是像现在讲的 像玻璃一样 是他看不到他周身 他能够体会周身 所以他吃什么东西 他就知道感受 就知道是不是毒 吃什么东西 他感受怎么走 他就知道是不是能治病 我们那边有个邻居 他是打毒打了试试 他说有一次出了地球 出了地球 出了地球 但是你跟我们家说 出了地球 出去了 然后爬到了后来说 出了地球就是网子 我说金安君说了 凡初有限界是虚妄 他说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很害怕 他自己回过来了 因为我家是在桥头镇嘛 桥头镇就是那是纽布镇 他是那边的首富 很有钱 我刚刚跟人讲的时候 譬如说身体能够充满空间 跟你感觉到飞出空间 是同样都是同样的 但是那个全身周通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种飞出地球还是妄想 事实上你地球看到的 所有的宇宙都在地球 都盘带在中心 也是因为地球所有的宇宙 只能那个宇宙 事实上它夜里就在地球 出在地球 再认为说什么出地球 都没有意义 但是你真正知道 那个经过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是反复 那个意义还是执着 不是说我们的中国老祖先 那是智慧的 那是真智慧 那一定有他的身上产品 当然我们会好 那产品是 那是中国20年 他很有钱 现在是30年 有地人58年 他夜上给10个关系的 还没可以了 只有钱 然后他现在改位去活 原来是道佑 现在是以心经为主 也是一代 那有钱是不行的 不是 我是说他又是师父 而且他也是学这一个 那他不是师父 班了他 扶了他 因为他的法师被命了 有钱吧 他们是找 找鞋吗 现在是找 那什么时候 背出那个 他有钱都不好交 真的啊 你问他就知道 在台湾有很多他人 刚开始都是本人听话 他不死以后 他有很多时间 就是想要去插足道场 干水道场 你问他 几百万我都还 拿走 哈哈哈 还最多那些事是500万 嗯 就把他也吃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